一对新人在大婚之日发生车祸 新娘的脖子折断彻底没了呼吸 但一阵诡异的金光之后 新娘又奇迹般活了过来 虽然安娜现在还和正常人一样 但她的头发在不断脱落 甚至还开始散发出一种恶丑 对于妻子的复活 她从开始的紧张恐惧 到慢慢地变成了愧疚 马特把事情告诉了这位刚认识的老杰克 在老杰克的开导下 他决定为安娜做点什么 当马特提着两桶甲醛回到酒店 安娜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 他悲痛不已地问着为何会变成这样 尽管不愿意相信 但这或许就是事实 马特拿出刚买的假发 戴在头上哄安娜开心 他用甲醛为安娜擦拭全身 因为甲醛可以掩盖她身上的臭味 第二天他们准备出门游玩 结果警察找来了 马特被警察当成杀人凶手通缉 因为之前发生车祸后 他满身鲜血地闯入一家民宅 为了掩护马特 安娜躺在房间假装尸体拖延时间 马特则趁机跳窗逃跑 安娜被判定死亡送往停尸房 结果她躺太久没忍住打了个喷屏 电梯门打开刚好遇上赶来接应的马特 他们躲在老杰克的车上顺利逃脱 安娜的肩膀被一颗子弹打穿 但他却没有丝毫感觉 他们来到了老杰克的农场 看着盛装打扮的安娜 马特嘴角露出了微笑 他已经不再讨厌这个整天画牢的妻子 农场的舞会上 两人紧紧地相拥亲吻 就算天空下起大雨 其他人已经纷纷离场 他们也不想浪费最后在一起的时间 但雨水却冲掉了他脸上的妆容 为了让马特看到最完美的自己 安娜先前让老杰克在他脸上涂抹了染料 想到自己现在那苍白的面容 安娜焦急地转身离开 马特下意识地伸手去拉 结果却扯断了安娜的手指 安娜崩溃地躲进厕所 那折断的手指 仿佛是在提醒自己已经死了 他摘下手套想要取出戒指 可戒指却不小心掉进了水槽 撞门进来的马特安慰他没关系 婚戒是安娜最后的寄托 他原以为马特已经接受自己 但他却对婚戒如此地不在意 看到在雨中痛哭的妻子 马特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他冲进厕所暴力地破坏着水槽 终于在管道里找到了戒指 他亲手为安娜戴上了婚戒 当马特将妻子抱回车里的时候 警察又一次找来了 你这些小笔 都都用 свою试着 就去成功了 三次 他就不守住 不前 你鬆